心情 Hello,大家好,今天又跟小哥见面 小哥这一期影片是已经回到台湾拍的 小哥整个人也变了 呼吸也刮了,头发也剪了 稍微整理一下,看起来好像比较好看 那今天要分享的是 歌手里面第四期花旋雨带来的 《黄野魂动龙》 我们就先来听 我们不要讲那么多了 好,開始喔 哇,水口哨 走力好像變帥了 好,這個很一樣 哇,他吹口哨的功力真的是 還真的沒聽過他吹 洋幕亮了起來 看雨勢墜落我 闖入未知的群島 神秘一次怨よし 起seen a果理量候句言 現在開始清掩那感受 重小血液我不会回头 危险降临 加速前进 坐下皮革外套 我牵到 暗藏即观察好 不弯弯的视角 心嘲笑 深入秘密车包 Oh let me do the fight Oh let me do the fight Oh let me do the fight 我强化开始并不随意中 Oh let me do the fight Oh let me do the fight 我拥折我举你我为了 结束前程祷告 再莫写一次暗号 那边的黑景今朝 算是什么宇宙 当烈焰燃烧到街口浪烟起我就 我拥折 拆着那冲动 欲发强烈 羞猛如困兽 危险降临 我不姓名 坐下皮革外套 我牵到 暗藏即观察好 我弯弯的视角 心嘲笑 深入秘密车包 Oh let me do the fight Oh let me do the fight Oh let me do the fight 我强化开始并不随意中 Oh let me do the fight Oh let me do the fight 我用这无际的火为了 Oh let me do the fight 大哥这个太帅了 危险降临 我不姓名 我只拥有一个代号 他或许可笑 不懂游戏的技巧 学不会假装 长不出头好样貌 但那能执手 只剩我坚持战斗 不畏惧 We need to die Oh let me do the fight Oh let me do the fight 我强化开始并不随意中 Oh let me do the fight Oh let me do the fight 我用这无际的火为了 Oh let me do the fight 你也会为了 你也会为了 Oh let me do the fight 你也会为了 Oh let me do the fight Oh let me do the fight 好怎么样各位 听完这一首黄也魂多了 是不是感觉会想到两个画面 那以小哥的感觉就是 第一就是他在唱有跟放大同合唱的异类 也是这样不插电板 第二个就是他在2015年演唱会跟左律合作的画面 那个瞬间全部都出来的感觉 还能回到那时候的感觉 大家觉得他回到那种感觉 好还是不好呢 以小哥来讲我觉得是非常好 心态的问题 我觉得他有一点像放下来玩 就是不会很有压力的那种感觉 就很轻松轻松松的 真的是纯粹的来玩音乐那种感觉 就不会给你感觉 我是为名次而来 为比赛而来那种感觉 我就是纯粹就是要来 开开心心的玩我的音乐 我真的是觉得非常好 因为最近他这么繁忙 真的希望他能 一直这样轻松松松的玩音乐那种感觉 那之前他用这种方式演唱的时候 我没有注意到一个地方 今天我特地有注意到 就是他坐着唱高音的时候 我都怀疑他发出来的 声音的共鸣是从哪里出来的 因为你看一般人在唱高音的时候 他可能就是 腰部会稍微弯一些 或者是脚或是身体某一个部位会辅助一下 这个是可能真的会有效的 但是大哥先坐着翘脚 然后就算脚放下来也是在打tempo的感觉 我看不出来他身体用哪一个部分来辅助他 要唱高音的部分 所以我怀疑他共鸣是从哪里发出来 他只有上半步 我觉得他应该是从这个地方开始 有共鸣上来 就是辅助他唱高音的地方 后来我觉得可能是他的手指 有在辅助他唱高音 这是我自己的已经想不出来的一个答案的答案 已经想不出来就是这个样子 还有我觉得吹口哨那一段 让我又重新认识他的感觉 一连之前都没有听过他吹口哨 可能有是我没听过 而且在他演唱的歌曲里面 他吹口哨 好像小哥真的没听过 而且其实吹口哨很危险 真的很危险 像我的话 我的例子像我吹口哨如果 音稍微高一点的话 你就会发现你的气味很难抓 然后就会发现那个口吹得好像 冲浪的感觉有点 不稳 其实要吹得很高 然后又很稳 其实比唱歌还好难 他这一次我觉得跟佐力的合作 也是好像完全他的幸运的感觉 大家都知道 2018年的事情 这一点我们就不用多说了 这次他这样合作我觉得 应该是把所有的心里的 想要做的事情 还没做到的 今天要给他完成 所以他今天玩得特别开心 也是都有原因 这个应该会带来一个未来的 下下一个演唱会有影响 因为他好像应该是心里的 一些心愿都已经达到了 我觉得他应该会玩得更开 然后更享受这个舞台 反正就是好的开始就对了 那这边也是证明一件事情 他就是非常讲义气的一个人 把当时没有完全做到的 今天来做成也是没问题的 至少 他都是把他寄来心里的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搞不好到这一次可以找其他 吉他手他也可以找呢 他为什么一定要找他这么好的兄弟 这个就不用我多说了 了解他的人一定是知道的 其实应该很多人来讲 魂多楼改成这种不插电板 大家应该觉得很意外 这首歌曲 这么燃烧的歌曲 这么摇滚的歌曲 改成不插电板 适合嘛 其实大家都不用怀疑 因为一类也是类似 一类也是改成成功 我觉得 大哥他就是有一种特色 就是他不管任何一首歌曲 什么曲风都好 摇滚也好 像这种不插电板也好 可能改成更慢的也好 他都有办法把它改成 属于他的一种新的曲风 然后让你真的听的 不会觉得这首歌曲好像很勉强 硬要把它改成这个样子 他反而会改出一个让你 尝试到另外一种 你没听过的 的一种曲风 那你就会有点感觉 哇原来这首歌曲 也可以这样唱 唱出来也有一番风味 这样子 这就是你对大哥改编的方面的期待感 跟那种 兴奋感吧 应该这样讲 我是有这种感觉 还有我觉得他参加这一年的 2020的歌手 他其实我觉得 应该不会把名字放在 他的第一个想法 所以他这一次来参加的心态 应该是 从这一刻开始 我觉得应该是 真的是要来玩音乐 我觉得 真的是要来玩音乐 那我们就是要 跟大哥一样 他玩 我们享受 好吧 这样就对了 不用那么多想 他唱 我们来享受 今天对大哥的评价是 好像没有不好过 就是 帅嘛 很帅 很酷 很棒 我觉得每一首歌曲 不一定要 非常多的 乐器 非常多的 元素 加在一首歌曲里面 才叫一首歌曲 简单的歌曲 也是可以征服非常多人的 这就是他 达克时常看到的 还有其他的是 他跟着两个人的合作 是非常的 有默契的 这个不用讲 一直来这么多年的兄弟 光一个眼神 你看我看你 像后面的在这样子 最后停下来 你看我看你 就知道他两个要干什么 就是 好像他们两个 准备好去做大事情的 我感觉 好 这个就是小哥今天 第一次听 第一次听 这首魂多路的感觉 我感受他的今天是这个样子 好 那如果我们有没有发现不一样的 那就 也是希望跟大家小哥分享一下 好 那影片就分享到这边 拜拜